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和各位家人分享这个题目 是人才九大条目 我们身为一个道场的人才 我们除了半道之外 我们也要修道 要修道 因为道是无形无相 但是就是从在无形无相中间 如何来启发众生 就由我们这些修半道的人 身上的修持所展现出来了 所以要用人力理智性来修养 这个五常来修养我们人的这种顺区 以仁来积心 一定要这个仁除心 仁除心 以义来持身 以礼待人 以住来办事 以信来交友 以身世道 以情内建功 以食内喜舍 以德和人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第三段 就是以礼待人 就是以礼待人 因为理事 入德之文 然后说礼貌好 礼貌好 礼貌是怎样 学生宝 理事入德之文 这很重要 你看 现在台湾都是重拾这个服务业 那服务业所展现出来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叫这个礼貌 就礼貌 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服务的精度 所产生出来的附加家族 它就会不一样 所以你看由此可见 连礼 连礼貌 都能够可以产生一个 更高的附加家族 对 所以 在服务的这个奇怪 就要非常小心 所以要展现出来的 所以你看 有外宾来的时候 我们的同修 都很热忱的 去欢迎他们 甚至鼓掌 甚至唱歌 这些也是 给人感觉 就是一种 受到尊重 也给人感觉 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都是礼的展现 所以在你们道场 修得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但是只要有外宾来的时候 有你对外的时候 参加某个团体的时候 就从你的团队里面的行为集图 包括这些礼貌 就可以展现出说 这个团队是什么种的团队 尤其是 道场 礼貌一定要排在第一 这个礼字啊 就是一个表示的事 表示 是 曲腰 曲腰 下面是一个痘 怎样 简痘 表示 曲腰 简痘 这是礼 所以礼就是要 你要能 头低得下去 低得下去 你没有感觉吗 这段时间来 有进入道场 学习地主规的 有在教地主规的 这段时间来 你有没有感觉 我们的教授 我们的同修 我们鞠躬都会 接近90度 有没有 会不会习惯 就会习惯 其实 这个习惯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给别人看起来 你真的是已经超越 一般人的这种礼节 另外一种就是说 其实你的腰啊 的筋骨啊 每次都拉到这样啊 你身体是会健康的 为什么老人会滑倒 老人的脚步就越来越小步 只要一跨一下 他就跌倒了 跌倒了 所以其实老人走路啊 不要走快 他一定要学习 把脚步拉宽 拉大步 拉大步 那是最困难的 但是只要你拉得开啊 你就是年轻的筋骨 年轻的筋骨 所以你不要小看 你弯腰下去 其实那个就已经在运动了 你就运动 习惯性 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每天去游泳的时候 我一定会做这个动作 做弯腰这个动作 我可以抓到这个地板上 可以抓到地板上 可以抓到 旁边很多年轻人看到我 可以这样平平地放下去 他们就 怎么这样 他们就 我说因为不一样 因为我 今年才16岁 你是71岁 他17岁 我说你71 我16岁是不一样的 还带男朋友 他叫他男朋友说 真的弯不下去 对 那个以后会老得很快 所以我们应该透过修道 展现了一个礼貌 就代表一个人的这种格级 给人感觉到的不一样 那另外还有一种 你也借这个机会 你就可以运动 就可以运动 所以 理多 人不怪 理多人不怪 很多的事情 就因为你的礼貌 可以化解 很多事情 就是你的礼貌 它就可以化解 有一次 就路边因为 塞车的问题 塞车问题 大家发现有点小摩擦 那门一开下来 我们就跟他说 对不起 一直喊对不起 他本来要大声骂下去 看到你一直喊对不起 三声对不起 万数都怎样 都OK 万三声对不起 万数都OK 就没事 就没事 因为看到你那个动作 有个年轻人 叫做阿雄 阿雄有一次出去的时候 他的朋友跟他说 阿雄你的武功一定是很强 你为什么要讲 我的武功很强 他说 人家知道你爷爷 你阿公 是我们村庄里面 这个武士是最强的 这个武士是最强的 你爷爷一定会交给你 他说没有 没有 他回去问他 阿公 爷爷 听说在这个 我们这个村庄里面 听说你的那个 武士是最好的 你武士是最好的 你们怎么都没有交给我 他说有有有有 阿雄 你生出来那一年 我就学习了一套公文要交给你 就想到你长大才交给你 既然你今天问我了 我就交给你 阿公 什么公文你赶快交给我 我教你 遇到事情 就头摇 尾巴也摇 他说爷爷 怎么摇 他说 遇到事情 只要你低下头说 对不起就好了 对不起 压得越下就越好 这样 对 所以压下去 头有没有摇 屁股有没有跳起来 头摇 尾巴也摇 阿雄说 这个哪里什么公文 这个大家都会 他说爷爷教你 还没教你之前 你会吗 你还是不会 对不对 请问阿公 为什么要教我 这个头摇 头摇 尾巴也摇 他说 阿公确实是 这个村庄里面 武术是最强的 我很用心栽培了你的爸爸 你的爸爸也很认真的学习 但是 我很对不起你 你生出来那一年 你爸爸就被人打死了 打死了 对 你爸爸为什么被人打死 他也不是他做错什么事情 因为他有武功 他有武功 村庄发生问题的时候 就大家吵架 吵架就打钱架的时候 就这样打死了 就从那边我才领悟到 练武术是要强身的 不是要打架的 但好奇怪 如果你的内心 没有心流羞耻 你拥有武功 是危险 人 人 读了很多的书 没有学习道德 也算很危险 学力很高 没有道德观念 好像在 铸造社会的恐怖分子一样 你懂得武功 你不懂的忍功忍耐的功夫 就很容易发生问题 很容易发生问题 所以爷爷才想的这一套 只要遇到问题 你头低下去喊对不起 人家强棒绝对不会打这种软骨头的 顶多用脚踢你一下而已 不会把你打死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有没有重要 你有重要 很多事 只要你保持笑容 一直说对不起 应该万事都会OK 来在圣诫上说 以理代人 功行读 注目冲 说以理来代人 身体力行实践 吸怀弱骨 就是你的 因为为什么 那个礼貌会做不出来 因为就是说 你的内心 很满 很注满 说很满 很硬 很硬 就是你注嘴 所以我已经很满了 很满 只有很满 你就是弯不下去 肚子也大 腰也很硬 都弯不下去 一个主板的人那么满 东西倒不进去 满了 满了 所以你认为你的顺分地位高 协力高 协力高 财务高 不是说你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 产生那种傲气 反正那个礼做不出来 我们每个修道人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做起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上下课的时候 一定要急功 你看下课的时候 结束你们会站起来鼓掌 这个都是礼貌的一种 就是肯定 肯定 就是这样 好 所以你吸完肉骨 处然而然你头就低了下去 你看那个稻米 稻米 长得越 八岁 满岁 长得越好的 是不是它掉得越下去 越下垂是不是 对 其实它是最 它是提供人类是最多的 结果它低了最下去 如果你看到那个稻米 都长得高高的 你不要高兴 没东西 它没有长东西 它就会长这样 人类是这样 有内涵的人 他的头就会低下去 就会低下去 所以我们在道场学习东西 礼貌所展现出来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恪守 这个恪 恪守 就是人 人一扣 人一扣 就是命 就是命 这人一扣 再扣 三扣 四扣 这个天 就是一个大周天 天是个大周天 你看入业 星存的运转 都有一定它的熟细 一定它的熟细 那我们人在恪守的时候 也是在运作我们的小周天 你的肾 我们中医或肾水 才能往上推 才能往上推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要运动就是这样 有时候你的静脉 你这个动脉血送下去的时候 你的气不够 就没有办法把那些比较污走的血液 把它拉上来 把它拉上来 它是拉不上来的 所以一个人没有运动的时候 他就容易生病 那我们最起码借了一个恪守 你看很好的 就是运作的小周天 你看 当初我爸爸 一天都几千恪守 几千恪守 很认真 只要有一件事情 没一件事情 他就是抗 一天都一万 算一千 他问了说几千 他问了说 其实我都抗一万 分就三餐 一餐就三千多 就有了 老人家 越抗越健康 越抗越健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你在抗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修炼 就是在运作小周天 就是已经在修炼了 你恪守也有祈求 也有祈求 很多的福报就是在你恪求 你低头的时候 这些福报就归顺你的 就归顺你的 所以说一定要 功行读 功行读 你本身就是要做 一定要做出来 做出来你才能去感受到 这个礼节你没有做好 以后你回到礼天 你还是要去学吉他 还是要学给听 等一下好像昨天 昨天我回来已经八点多了 其实我肚子已经很饿了 已经很热了 我还是一定要去 先烧个香 烧个烧个香 反正香也过去 什么都过去没关系 反正有机会就在佛前就扣个头 如果该做的礼仪 我们就把它做一下 做一下 初级换来非常安心 才不会感觉好像今天 今天晚上好像少了一件事没有做 没有做 我们灵愿这么做 其实我每天晚上的晚香多 很晚才烧 大部分都七点以后比较多 只有星期二我会在五点 大概一点点就烧 就去烧了 因为今天我都会提早 七的都会很晚 好 谢谢二位 到现在 吧 一遍 三位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